如果这个东西带来价值,我们投入 如果这东西我们觉得没有价值 我们仍然保持最经济实惠,最有价值选择 这是据美到今天说,它虽然做是实际产业 但我们公司仍然保持一个所谓屌丝的心 屌丝的心意味着我们是一群非常误齿,做事年轻人 你今天看到公司里面全都是年轻人看到这种文化 工作中我比较容易冲动,生活中特别随和 因为工作中意味着你不但扛公司压力 做工作人物的时候你会发现 可能压力是到你身一点的 所以为自己代言最大问题是公司所有账位算你身上 比如说快力出问题算你身上 页面出问题算你身上,支付出问题算你身上 但是这巨美优品是个几千人公司 但不管怎样,企业家,做公司的代言人 还有微博这东西 你发现消费者投诉,找不到客服是全找你这来了 所以说在工作中压力会更大一点 但生活中我愿意让自己放的更加放松 因为工作中你的压力非常大 是选拟帮助非常紧的 生活中如果自己也没法完全放松的话 人是会burn out,出问题的 悲剧是在现在巨美的工作压力 人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我基本没有多少时间属于生活 只有工作和睡觉两个选择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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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